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在艺术治疗和表达性艺术治疗这条路上 在坚定地往下走 希望大家也是向大家来推广这方面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聊刚好聊到艺术 所以我今天就来这儿了 说到艺术治疗这个话题 艺术疗愈这个话题呢 我觉得我跟你还挺有缘的 因为我刚刚出国学习艺术的时候呢 我第一位室友就是艺术治疗系的 他说他是要将来想致力于 给小孩子建立心理健康 对 跟我一样 通过艺术来给小孩子建立心理健康的 这么一个项目 那是说实话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 艺术治疗 艺术疗愈这个专业的 这么多年我也对艺术治疗有所关注 所以说但是我觉得毕竟 这个学科还是挺小众的 小众 非常小众的 其实这个事情现在在国内来讲 它依然是一个小众的事 就是一小撮人在做 那我记得其实最早 应该是美国 英国 在艺术治疗这方面 是特别的一个起源 包括NYU 还有芝加哥艺术学院 他们都是有着非常好的 艺术治疗的这个项目 就是学习的这个program 那现在到国内 包括我今年回上海 参加过一个艺术治疗的项目 感受体会也挺多的 那现在其实 为什么说他跟小孩 一起去做这个呢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好的 非言语沟通和表达的一个途径 因为你知道人嘛 有的时候苦在心口难开 就是他没有办法 真的就说出来 就轻易地能说出来 他可能说出来就崩溃了 那所以很多时候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 我们切入的一个手段 做治疗 然后做资商 其实它都是一个 整合在一体的 说到这个语言表达这块呢 我认识一位东西方交流的 这么一位专家 他说呢 他说其实人交流的时候 其实90%要表达 要交流的东西 都是通过非语言 对 来表达的 对 这点我是很吃惊的 就是说你在说话的时候 你的动作 你的表情 你的神态 表达出来的东西 其实90%都是通过 这些非语言的动作 没错 表达出来的 对 所以为什么上网课 那么的费劲呢 就是真的你 隔了一层 对 然后你真的 不是说只是看老师的 一张大脸 你就能把事情 就理解清楚的 那其实我 我有个小问题的 Tony 咱们认识这么久了 我特别想问你 就是你也知道 艺术的这个治愈的作用 但是我想 就是我想问你 你有没有一个 就是时刻 是让你觉得 看到一个什么作品 觉得我被治愈了 我觉得这个情况 对我还挺多 所以说 有的时候很难说 某一时刻 艺术治愈了我 或者艺术震撼了我 因为说实话 随时随刻 都是被艺术 感受力很强 都是被艺术所影响 所熏陶 所治愈的 可以说生活中 没有艺术 对我来说 是很难的 就下雨天 你从你走过这条路 或者你开车 经过这条路的时候 好特别 你想你身体 你心灵得多美 你看到这个东西 然后我当时朋友圈 刚发完这张图 马上就有朋友问我 说太治愈了 太治愈了 太漂亮了 这条街在哪啊 好来我就 我也想问了 这都是我 这都是我没想到的 也就是说 某一时刻 这些东西 让你的心灵很温暖 对 很温暖 对 也就是说拿 这些树叶摆出 这条小径 摆出这条线的这个人 震撼了那么多人 有共鸣 对 这让我想起那个 我就这个就很治愈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 就是那个 第55届 威尼斯双年展 它不是有一个 有一个共享的 那个艺术 艺术作品 装置好像是 就是其实我觉得 它就是借鉴了我们 就是心理学里面的 沙盘治疗 结合着艺术 然后它把这些 全部融合在一个 一个环境里面 然后让大众 它本身是一个 即时创作 然后大众去参与的时候 好像就是让大家都 穿着光着脚 去上面踩沙子 然后就有一种那种 你知道当一个 大家很多人 在共同完成一个东西的时候 那个即时和共识性 它可以激发出很多 能量的碰撞 然后让你感受到一种 发自内心的快乐 它那个东西叫 共享疗愈艺术 那是一个新词 对对 其实我觉得公共艺术一向都有这个功能 其实这样大型的活动 文化活动的时候 最后一个结尾的时候 然后入场的观众 发给入场的观众 每个人一个小笛子 有人拿到的是红色笛子 有人拿到绿色笛子 还有拿到蓝色的 拿到不同笛子 当然每个人拿到这个小笛子 这个东西不知道干嘛的 推的 然后最后闭幕式的时候 就是这个场上屏幕上 亮红灯 拿红笛子的人吹红笛子 黄笛 黄灯亮的时候吹黄笛子 这是大家共同完成了这首曲子 所以说这就是很疗愈 真的 所以你说这也不是说 为了特地要疗愈谁 而创作的这个 piece 就这个过程 这过程 但是大家觉得特别的治愈 特别的有共鸣 特美好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艺术家 就是他天生就是自带疗愈功能的 就是他自带一个 他就是属于一个疗愈工具 或者说就是喜欢 或者是能够欣赏艺术的人 他其实是幸运的 是 因为他本身能够 能够从这个里面 汲取到一些治愈的能量 然后你像有的时候我不知道 我只是说我自己的想法 就有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就爱看展 我就特别爱看展 全球看是吧 然后你看的时候 其实我会发现就是有一些特定的画作 也可能是雕塑 就站在那边久久不能离去 你也说不上他哪里美 其实也不能说自个儿看懂了 有的是那个 对 看半天说你这傻也看不懂 但是我觉得他就这辈子可能都刻在我的脑海里 然后我就有点就是 就是每一次这个之后 我就会通常会涌起一种就是 这要是我有钱 就是我把他搬回家这样子 就是很想让他成为我家里的一部分 然后我就可以每天看着 觉得太好了 就是在家里面 然后可是我觉得那个好像是一个属于我的一个专门的一个对话 还是一个 其实心理学上咱们最早有一个 咱们现在就是其实艺术最早的时候 你也知道是一些 无论他画的像不像 就是无论是近物啊 还是什么 还是抽象的画作 还是当代的 它都很多的时候是一种符号的传达 我觉得那个意象 其实心理学上面来讲的话 意象非常能够跟你的潜意识沟通 我们在意识层面是想不到这件事的 就比如说 怎么说像我有跟小朋友一起去做画的时候 同一个主题 比如我们一起去画这个杯子好了 那就算是画同一件东西 你不同性格的人画出来的东西 不好意思 真的往那一贴 你就能大概看清楚 就是强烈的感觉到这个孩子 他很活泼 很开朗 他很自信 然后有一些孩子 你看他的画作 你会感觉到 这个孩子观察力非常强 他的细节 就是画得非常的好 然后甚至还会加一些小的东西进去 然后还有一些孩子 你就感觉天马行空的那种 他的杯子可能不太像杯子 然后他可能把它颜色上都会做调整 其实那个性格的反应 是他自己可能都艺术不到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受 有这个感受 那现在就说做艺术治愈 艺术疗愈的时候 具体方法是怎么操作的呢 其实艺术治疗 跟大家可能想象的不太一样 就是一开始 我遇到的所有的人 就是包括我妈妈 她是做陶瓷的艺术的 她一开始讲到这个事的时候 她当然也稍微了解了一些 但是很多人都会说我不会坏画 那个我没天分 就是不要搞我 我不碰这个东西 我根本就 我是灵魂画手 就是那种画出来 你也不知道我在画什么的那种 那可是我觉得 其实艺术治疗完全不是这回事 它讲究的是你的表达 你的创作 它不需要你画到多么的美 或者是就是在别人眼里的多么的美 或者多么的整齐 或者是像 你知道都不太需要 光影啊什么那些玩意儿 基本上不需要 感觉就是零基础零入门 它的过程是在着重于 你画了的过程 然后你画出来这个东西的一个解读 然后这个解读的过程就好像 我来跟你一起玩一样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场 所有人我们拿一张纸 然后我说 那我们来画 请你画棵树这样子 最简单最初级的那个防树人 房子树和人 那个防树人 你就画几米画都行 那它在某种 你传达的意向上 比如说你那树上有一个秋千 那其实我就会feel得到 这个切肉点 这个树重要吗 也许重要 但更重要的那个切肉点 就会问你这个 关于秋千的问题 就是你为什么会画一个秋千 而且有的时候 你在描述这个过程 你可能是在创作 然后你的感觉像是描述一个 就是你能够以第三方视角 去看这个东西 你就不会说 我 我的怎么怎么找 可能是我画这个秋千 因为秋千让有一个小朋友 以前就是小孩子嘛 都会讲 讲得特别抽离 就是以前有 因为这个上面 有一只小熊 它怎么样 然后爸爸妈妈都给它推着 那为什么现在没有了 它能够 它能够转换那个角色的讲述 然后包括其实像 我最早了解到我的 就是我在大学的导师 他们做像四川汶川大地震 那个时候我们去 他们去做治疗 一个就是用砂盘技术 就是用那个玩沙子 玩泥沙 然后用那些小模型 让他讲故事 那摆摆摆摆摆 摆完之后 给你讲一个故事 特别好 特别厉害 那小孩都有剧情的 然后你有时候觉得 你知道你的过程 就是对话的过程 其实就是一个 让他去讲述这个过程 它是一个释放 它是一种内心的觉知和觉察 我相信Tony 你也会经常自己在家 做一些小小的创造 就是创业 或者是艺术品 或者怎么样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体验 就是有的时候 你把自己 那一个时期的 就是放在一起 然后你可能回去看 你说 对 我那个时候 我为什么会做这件事 我为什么会以这个境物为对象 或者我为什么去画这个东西 然后那时候用的色彩 为什么会这么的暗 或者这么的亮 饱和度这么高 我们今天还在讨论 就是我们在做心理剧 然后画自己的那个 Pie Chart 就是你的Self Road的那个Pie Chart Personal Chart 对 然后我们做了一个饼图 给自己分角色 然后真的每一个人的颜色 都好不一样 他们发现就是 为什么有些人都用荧光色 有些人就用彩纤 就是颜色比较淡 看不出太大区别 还有人就是用一些 很冷的色调 其实都跟你当下的 生命状态有关 是 我说到这个 我就联想到 这个疫情期间 好多朋友开始练书法了 练书法了 人有开始考试烤蛋糕 烤蛋糕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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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烤蛋糕的 做烘焙的 突然间有练书法的 突然间有画画的 突然间有陪孩子种花的 大家突然都有点了技能 都有点了技能 所以我觉得也有不少艺术家 在疫情期间也创作了一大批的作品出来 有 有 也有很多人的 我们最近是代理了一个画家 叫Sandra Yun的 Sandra Yun 她是在疫情期间 她画风突变 画风突变 以前是画一些人物 水彩人物的 水彩人物之后 然后疫情期间 对她可能对大多数人震撼都挺大的 生活起了很大变化 所以她是把我们Richmond的温哥华 Richmond市很多场景风景 就是大家平时去的这些体育馆 还有河边的这些著名的景点 她给画成了一个幻想的 幻想的一个空旷的大空间了 也就是说大家都待在家里 平时这些地铁站 这些非常的车水马龙的地方 一下子变得非常安静 但是她全画成了这些 完全天马行空 就是色彩完全的炸裂的 就这种的 科幻性质的 那种想象融进去 想象是科幻性质的这些作品 就让人非常的震撼 非常震撼 她那个饱和度超高 颜色饱和度超高 基本上是 基本上是三颜色 唇黄 唇蓝颜色 非常震撼 我一下就 就被吸引到看到那个是 还有就是心理疗愈这一点 有些人说 有些精神病人 他的眼睛里看到的 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 咱们可能 他可能把红的看成绿的 红的看成黄的 这可能说的是真的 我相信这一点 他眼中的世界 绝对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说 从艺术治疗 艺术治愈这方面讲 艺术的功效是 可以说是不可 估量的 我觉得 其实这个领域一直被忽视 其实我以前大学的时候 在精神病院实习的时候 那阵子就是经常看 他们的画作和诗剧 真的是跟咱们平常的视角 你就有一种感觉是 你是哪围空间来的 你这个 哪次元来的 对 然后不是像 你看像其实 去年去法国 在那个 梵高的那个疗养的 就是圣雷米那边 也是了解他的那个过程 就是当时不是也是有人说 他梵高的那个能量 他是看到了能量的流动 才画出了星空的那个东西 对 所以其实我是觉得 这东西有点 就是相不相成啊 就是你也不能说 艺术家都有点这个 有点有点这个感知 其实我觉得更多是 因为他们的感知力比较 感受力很强 就好像一个高 高灵敏度的仪器一样 他能够接收到我们 不是很了解的 或者是自己平时会 下意识用理智屏蔽掉的 一些感受 他的波澜可能 就是同一件事 别人同一句话 你的起伏可能是 然后我的起伏是 然后他的起伏是这样 对 然后你像说 他下面那个 就是那个画作对吧 我其实第一眼看完 我觉得说实话 人啊 我觉得咱们人 缺什么就渴望什么 可能那段时间 他对外出和这些空间的记忆 突然就特别强烈 你知道吗 就是那些空旷的地方 代表了一些很有生命力的 那个能量 所以他很怀念那个东西 他把它记录一下 是 有些艺术家是 都是画风突变的 包括齐白石 衰年变法也是 有些时候你看不出 这一批作品 或者几批作品 是同一个人画的 这是人格变化了吧 所以说艺术真是 艺术真是很神奇的 很很神奇的 那你说疫情期间 大家消除焦虑的话 除了练书法 烘焙之外 其实 还有什么 其实 其实这是说到 另外一个流派 是做 叫做表达性艺术治疗 他就是讲 他跟艺术 艺术治疗 其实更多的是贴近于 绘画 然后是雕塑 然后摄影 这些我们比较visual的 就是视觉性的一些东西 那这个 也有诗歌 但是呢 表达性艺术治疗 它重在表达二字嘛 所以它很多的时候 是整合了音乐 比如说你 就是你做曲 然后做一段 哼唱一段曲子 然后还有就是 你的身体的body movement 然后你去跳一段 然后还有就是 你去画一下 然后你突然觉得 我很想去抒发一下 在某个 用某种方式抒发出来 都是可以的 那其实像你刚刚说 烘焙什么的 我跟你说 烘焙 凡是涉及到人五感的 其实都可以是疗愈的工具 也就是你听见 看见 闻见 为什么还有那个 闻香的那种 调香诗 然后 对 然后还有就是 烘焙 烘焙那个香味 其实非常温暖人心 然后包括书法什么的这些 其实我们中国老祖宗 给我们留下挺多智慧的 智慧 然后其实我不知道 但是我其实很喜欢 就是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记得 咱们我跟你聊过没有 就是关于那个Team Lab 日本那个 对 其实它那个沉浸式体验 其实在很多方面 这种沉浸式体验 我觉得将来应该是 艺术治疗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方向 一个方向 趋势 对 趋势 还有现在一些 因为咱们也原来聊过 就是说艺术的发展 永远是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的 对 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 是这样的 所以说现在VR AI 这么多新科技 你想想 将来艺术疗愈 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可是说实话 我 我 我现在 你让我对比 其实 就看了这么多展 但是你也看了很多展 我不知道咱们可以 私下交流 但是 在展的时候 我真的是觉得 手绘的跟 Digital的还是 还有区别 那个能量还是不太一样 为什么呢 我昨天也在想这个事情 因为我在准备 下期节目的时候 或者下下期节目的时候 我就想谈一下 人类的这个审美 创造能力 和AI的区别 对 AI应该能做大师的话 因为我现在觉得 就你说的 为什么手绘的东西 更好 比数码更好 我也说不上 因为人类是不完美的 因为是有误差的 那个误差 那个不完美 其实特别漂亮 我现在就想谈一下 我现在就想谈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